馬來西亞拍完劇 剛才馬來西亞和阿蛇拍完《家族榮耀之繼承者》 其實香港的戲份還沒拍完 應該我們10月會在香港拍多兩個星期 10月底就回內地有一套電影要開 其實明年應該下半年立即是巡迴 因為都停了幾年沒有去做一些音樂show 大家都知道《神探2》明年可能會開拍 你這麼頻密 你太太有沒有誇人 我回去照顧女兒 即你有空閒照顧女兒 我馬來西亞我老婆和她帶個女兒過來 因為剛好放假 放暑假 就是說平時你們都會打格什麼女兒 不用太刻意 OK 她OK的性格很活潑 我老婆嫁得好 雖然太太帶小朋友去探你班 但有些網民覺得太太不應該來探班 跟爸爸媽媽一起在身邊 我覺得可以爭取最多時間是最好的 所以我以後如果有什麼工作 如果小朋友 因為現在已經K1了 她現在開始 你預備好了嗎 現在小朋友的功課 我覺得現在我們做家長 其實真的跟不上 我老婆會看著 還有到時 其實學校本身都有精心挑選過 那些老師都很好 女兒喜歡跳舞 是啊 其實我覺得跳舞可以令到她的形體 各方面的身體成長有幫助 但是要看回那個年紀 因為現在我在上海住 我小朋友暫時在那裡讀書 我那邊都有些之前參加披荊斬擊的 一些排舞的老師 到適合學的年紀就會上課 長國 會不會去巡撐呢 會不會去巡撐呢 沒有… 過來看 Ira 會遲一下去澳洲拍 是不是去澳洲拍團中啊 都期待的 但同時也有些緊張和擔心 因為你知道拍新綜藝 都可能要挑戰一些我最不喜歡的東西 你最喜歡什麼呢 聽說澳洲跳港傘很出名 是呀 那我最不得這些 哪個同房 你不想和我同房 我見到 大家都說不想和我同房 其實呢 其實這個就是鋪了這麼多年的策略 因為我就可以單人房 你不想和哪個同房 打遊戲的朋友 可能 阿Jer 阿Jer 不用睡 去玩都應該不會怎麼睡的 不過聽說那邊要很早起床 不想和誰同房 不想和誰同房 每個都想 有給他 有給他 不想和誰同房 要Anson Lo 因為他會打鼻韓 他會打鼻韓 他會打鼻韓 大家又不知道嗎 開玩笑而已 對 那你剛剛也有說 姜濤也有說 就是不開名 說誰同房 但那些人好像很收貨 然後又說你沒有 沒有猜到被人 你中槍是甚麼 我沒有以後沒有跟我說 我沒有特別留意 但是 都不出奇的 因為如果有Haters 可能他們真的對你很不滿 他們可能用盡很多方法 但是說到底同姜濤都是不想再有些是非爭執 或者不想再引起什麼爭執 昨天明媚媚都受驚訝 有些人在媚媚的社交媒體上都掛了媚媚一份嗎 幸好我媚媚的心臟很強大的 平時都給我訓練開的 EQ會不會給你 都好的 我們從我媽媽教出來都EQ不差的 對 有傳說有九成的限制 就說有九成的迷惑 就說可能是一些所謂 我也有看到報道的 或者有些粉絲都有提供我 但是對我來說 我又不是很在意這件事 因為我所知現在Youtube 其實看迷惑也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你好像用一些方法才看到 還有如果這首歌好像是有很多萬 dislike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 dislike 我肯定會收到不同的人 去跟我說這首歌很差 不喜歡 不行 但是我又沒有收到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一些恨意的行為 所以我也是一笑自自的 沒有所謂 不會影響到我 或者我出首歌的原意 林峰來的粉絲都唱了林峰的歌 是嗎 你教他們的 那不就沒有 但你來他們不唱 哎呀哎呀 我小時候都有聽林峰前輩的歌 還有其實 其實我有幾次吃飯都有見過他 所以我剛剛也想跟他打個招呼 他就走了 他都還很年輕 好玩得 是 還有小時候都有聽過他的歌 是 他手挖也很出名 是 哈哈哈哈 你也有Letscape Man 因為那時候 中學 可能班制的表演 那時候找些歌 可能都會有 mention到 林峰的歌 還有我想說 他真的 我記得當初 很多同學都是他的粉絲 真心的 所以 而他唱歌都真的很厲害